早晨大家 現在是10點01分 早晨 靈火天地的聖像話 探秘新書第二冊的慶節 發佈會我們正式開始了 可能有些朋友會慢慢進來 如果進來的朋友會盡量靜音 因為可能陸續都會有朋友進來 我們不斷提醒一下 因為有些朋友 這裏都不是很公開的 因為全部都是學過聖像話的學員 和認識Sister的朋友 所以公開的只有很少數 公開我們只可以給了一條連結 他們可以進來 所以這裏大部份是大家互相認識的朋友 所以大家的發言都可以小心 都可以放心 今天的流程 一會兒會由今天的主持人 蔡憲 大家都知道了 買書、學歷等 可能都找過他了 他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大概的安排流程 今天的詩儀 都是李蔡憲 阿Bertha 另外我們有本書的作者 九位未必到齊了 因為有些不方便 但未不方便的人 都會透過Zoom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藉著今天的時間 我們介紹本書 以及讓作者和大家見面 這兩年來 我們籌備這本書 出版的理念、過程 以及中間的特色 之後 由每個作者都簡短 和大家見面 分享他自己寫作的 聖像畫的歷程 以及靈修的心得 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今天的發佈會 對這本書有少許掌握 以及對我們聖像畫所推廣的活動 是我進一步的認識 我想大概檢查一下大家的訊號 是否大家都聽到我的聲音 如果聽到我的聲音 有螢幕的可以和我揮揮手 我知道大家在聽到我的聲音 另外Facebook 我們都開始直播 所以有些朋友 如果參加不方便參加Zoom 都可以透過《靈火天地》的網頁 即是說《靈火天地》的面書 可以看到現場 參加來現場的朋友 如果隨時有話說 就可以揚揚手出聲 不過如果不是有話說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影響場地的音響 希望大家盡量針對大家的麥克風 好嗎? 這次的Zoom 我們都提供了錄影 這時候我們想整個片段 讓一些未有朋友 能夠有機會參加Zoom 都可以在YouTube上去觀察 或者參考Zoom的流程 讓大家可以知道這本書 我們發佈會的過程 好的 那我現在將這個時間交給采然 是 早晨 各位 很開心見到大家在網上見到 雖然我們不能實體見 都能夠在這麽好的日子裡 得到大家的參與 今天顧名思義叫做新書發佈會 所以我們都是圍繞著在新書那裡 但是我們每一次的聚會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祈禱 求聖神降臨在我們的聚會當中 那麼 Daniel 你帶不帶祈禱? 好 那就由我來帶 謝謝 我們都一起修煉新神 華聖十字聖號 一同求主的降伏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媽 天主 今天的聚會 我們都知道是 集合了一班 對聖像話有興趣的人士 或是者也是來參加過靈火天地的所有兄弟姐妹 在這裏我們都很著重我們內心的靈修 從我們寫聖像話的時候 我們都是求天主的臨在 今天我們的聚會 都希望天主臨在在我們現場靈火天地之中 臨在在每一位網上參加者之中 都求你派遣聖神 來到我們當中 讓我們能夠得到你的座右 讓我們的聚會 得到你的啟蒙 以上所求 是靠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你撫停我們的祈禱 阿媽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對嗎 好 這個時間也是我的 我首先也想介紹一下 今天為何有這個聚會呢 大家記不記得這一本書 你們都瞧了 不能回答我 不要緊 我相信你們記得的 因為每次你們來學畫 我們都會介紹 這本書已經差不多受興了 現在成為限量版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本書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都覺得 出聖像話書是很值得的 但是我們無奈又不是很多資料 記不記得2018年 我們舉行了什麼呢 你們也是無法發聲的 我提醒你們 2018年我們在聖母聖醫堂 舉行了一次的聖像畫展覽 當時就是 開始銷售這本書 也是那年的法庫會介紹這本書的 完了這個聖像畫展覽 聖神就在我們當中動動了 也都修律自己主動 就聯絡我們 跟我們說 他有一些 他在他的聖像畫協會裡面 有一些資料 是很詳盡的資料 不過是英文 他想我們先出一本英文書 然後就把那本英文書翻譯中文 但是呢 在我的安排當中 我看到 其實英文書 他也未必能夠出一本很完整的英文書 既然我們是香港本地化 我就不如把他的資料翻譯成書 這個慶節裡面 全部都是我們上次展覽的照片 這個慶節裡面 在裡面我們剪過的 那個 那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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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像畫 大家在我後面的背景就記得了 這個就是當日聖母聖伊堂的 聖像畫屏風 裡面就有12個大慶節 主要的慶節 再加一個大家知道什麼慶節 你現在在心中答自己了 12慶節加一個大慶節 就是這本書的13個慶節 最大的慶節當然就是 現在書面那一幅 就是《耶穌復活》 一般的聖像畫就以 《耶穌下降陰虎》 來做主題的 這本書就得到 以色列的 《耶穌復活》的總主教 主教 Archishop Alesia 他也讓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上登他的畫 所以每一個 chapter 的第一幅畫 就是這個聖堂裡面的畫 然後也加上 我們本地的作者 他們在這裡畫了的聖像畫 也寫了一些分享文章 裡面有中英文對照的 大家可以看到 英文的部分 就是英國的聖像畫協會 提供給我們的英文版本 而中文就是我們自己 作一些翻譯出書的 所以這本書的大致內容就是這樣 這本書的作者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艾斯德爾修女與香港學員 所以我們也想讓 姐姐在這裡亮相 所以我們也請姐姐 給她一條修院的片 我們看 讓我們各位也能夠看 姐姐在修院的生活 大家都靜心觀看 我們現在開一條片 這條片大約十分鐘 大家耐心地看看 裡面也有一個日課 我們是在修院裏面做的日課 大家看看 要再去那段時間 我們要去那段時間 我們要去那個 我看一下 有一個日課 有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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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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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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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看到現在新的排版的學生畫的畫 都有一點紅色做的細節 我就想跟著那個風格做紅色做主題 因為我知道今年本書都是比較多 可能我個人在這個Visual時代就想 有幾張學員畫畫的照片 那些是甚麼班 是嗎 是 玲玲,你的手機收聽有些問題 是嗎? 是,我們收不到,我們這邊 大家聽到嗎? 現在聽到嗎? 好一點了,現在可以繼續 可以的,有人說,Rosa說可以的 謝謝 謝謝 好 我回到之前,我剛才說了一些東西 我知道本書都很多字 都比較Dance 可能我個人比較Visual 在那裏呢 就嘗試想做一些東西去減輕 那我就加插了幾張 就是學完畫畫那時候的照片 還有我又上去阿姨家 就拍她補畫那時候的照片 我也想加插進去 就是可能我比較喜歡 給人看過程是怎樣的 那我就想加上一些多元化的 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零零 是 零零 是不是你的分享完了? 零零 是不是你的分享完了? 有 零零 零 零 是 是不是你的分享完了? 還有沒有? 或者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補充一下 我很多謝零零 和我這個代母在聖像話的溝通 我很感激這次聖像話 帶來給我和她的溝通 和一個聯繫 我很感激 在祈禱當中 我也是不斷地多謝天主 特別是大家看到那些聖像話 我們學員的照片 拍得很漂亮 所有的拍攝 都是零零幫我們拍攝的 在這裡我也要特別給她 因為我們的照片 是能夠 我們的照片 能夠這麼漂亮的表達 都是來自一位這麼年輕 很有個性的攝影師 她是一個攝影師來的 大家如果想拍攝一些有性格的照片 就不妨找找零零 如果你們最近有看香港愛情故事 你就看到一個攝影師很獨特的風格 零零不是這種風格 但她也有自己的風格 在這裡我也介紹完畢 然後我需要介紹一位 大家都很熟悉 現在這兩年的工作坊 我們都是找小文 教導我們畫成像畫的 現在我們都給掌聲 謝謝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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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如果大部分都我們學完 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我主要是說 我這個書裡 畫了兩張性像畫 就是節慶 我們因為這十二慶節這本書 收到這個邀請 我們自己的學員 就各自選擇了題材 其實我一開始 就沒什麼決定選哪一張 我就反過來 因為我們的十二慶節的話 有些是簡單些 有些是複雜些 我就等大家先選擇了 最後選擇一選擇 但是如果剩下兩三幅 人們說好像很難畫 那就不畫了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就是好像上天 就是天主或者聖神 帶領我們的學員 自己決定了一些 那我就可以 也都在這個 有些困難部分的題材 作出我的貢獻 哈哈 那我其實就畫了 耶穌聖誕 就是彈神 然後就是畫了 這個 耶穌顯聖読 那其實兩張呢 都 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那我今天都拿了這張 真職這麼大張過來 那因為呢 我們有同學 就畫大些 有同學畫小些 就是如果一張聖像畫 是 構圖或各樣呢 不是說這麼密集啊 人物不是說這麼多呢 那可能呢 大家畫一張 小小小 可能是 A4 或者A4 但是呢 基於我們有幾位同學呢 都很 很努力呢 就決定畫一些複雜 構圖的 那所以呢 就是畫了 大型 變成了 Daniel很好 幫我們呢 就找了一些大的版 回來 那我們又做了大版 就開始做構圖 那正如Anthony所說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做的聖言呢 是不一樣的 那就要很靠自己去理解聖言 讀聖經之餘呢 其實每一個 我們這個聖像畫裡面的內容呢 是很豐富的 尤其是十二慶節裡面 就是每一張聖像畫呢 它是說整個聖言裡面的重點 或者一些重點人物 都放在聖像畫上面 變成他們顯現了一個 不同時空都在同一張聖像畫裡面 讓你可以感受到聖言裡面 一些不同的部分 因為其實一張聖像畫 我們祈禱的時候呢 可能每一次去看它呢 它有這麼多人物 有時候這個重點 未必都放在同一個位置的每一次 變成我亦都在本書裡 分享了我自己 這兩張聖像畫的時候 親身感受到那個重點 就是有時候 除了當然 那個聖像畫主題的主角 這張就是聖母 和聖子耶穌的出身 但是它整個背景 全部人物的出現是有原因的 那變成你讓我看聖像畫的時候 會問自己 一路畫呢 其實其實聖像畫的過程 是除了一些基本技巧 學了之後 整個過程呢 是對自己的一個 和天主的一個對話來的 絕對是在一個靈修裡面 幫到自己去問很多問題 或者自己去自省 或者去理解一個聖像 去看這個人物 這個事件 在聖經裡面 其實細節是什麼呢 那看完之後 你會有更加深感受 之餘 你總會有很多反思的 其實這個反思的過程 就是我們在聖像畫裡面 很沉醉 也能幫助自己 在這個靈修方面 譬如你也不是每一位 都是這麼 讀經這麼厲害的 或者不是現經群組 那就變成可能 圖像 顏色 和構圖 就深深印到你的腦海裡面的時候 而你親自畫的過程 就會很有那個感動 你會很感受到 除了自己那種感動 是很多東西 是聖神帶領你去完成 整個作業 我可以這麼說 寫完那個作業 你就會很滿足的禮物 我經常有些同學說 就是 天主又給了一個功課 我一個作業 我希望可以完成 好好完成它 完成完那個禮物 是自己的 這個是上天給我的禮物 我又會覺得很滿足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同學 都會這麼努力 在這段期間幫忙 畫這十二張聖像畫 就是希望 可以將這個喜悅 或者努力的心 在這本書裡面分享給大家 當你看完這本書的時候 就會看到 主編 用盡心血寫好這本書 內容很豐富 而且你可以一看再看 裡面也給了很多資訊 大家可以如何深入去理解 每一幅聖像畫裡面的聖言 和祈禱裡面的技巧 希望大家可以買這本書 看的時候 真是給心 我這次看 完全是觸動到我裡面的文字 不只是張畫這麼簡單 所以很感謝采賢 這次做得很好 謝謝 謝謝 小明比的分享 也感謝他的誇獎 我做事都是盡自己能力 希望大家喜歡 其實你們的掌聲 你們給我在WhatsApp裡面 給我的讚賞 我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也將一切光榮歸於天主 我看到參加者裡面 有一位我們的作者 因為她今天不方便來到現場 先介紹Sally Sally Law 在這裡 Sally Law 在這裡 Sally Law 為我們寫了一張聖像畫 由你來介紹 好嗎? 現在的時間交給你 好嗎? 好的 謝謝蔡宁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工作 我現在仍然身處在長洲 所以我出不了你 彎仔 很開心 這個科技 令到我都可以參加 我寫了這一幅 都是聖電的 和Alice都是一樣 其中選了這一幅 其實我自己 在整個聖像畫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 為我有幾樣東西 是同學的靈修 是很大的幫助 第一樣就是 我也是和其他同學一樣 其實是由製版開始 已經覺得是整個靈修的一部分 為我自己一個最大的體會 就是整個過程 都是讓我們去經驗到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要信賴天主 因為無論我們自己 覺得有幾 幾知道的方法怎麼做 其實每一次都是控制不到結果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意外的東西 是會出現 或者一個效果不是自己理想 但是又很奇妙 每一次 當我全身信賴天主的時候 又會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天主讓他呈現 第二就是 在我寫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 沒有任何學衛術的背景 還有因為我的工作的原因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加入不了支援群 其實我很羨慕 其他同學 有支援群的支持 可以很多交流 很多時候 我都時間上是安排不到 去參與這些支援群的交流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寫 特別當我寫到某些地方的時候 譬如每一次我寫一些人物的樣子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緊張 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呈現到 我記得每一次我寫的時候 我都求天主 求天主你想看的人 你想物觀你的人 看到你什麼的容貌 那每一次呢 無論是我畫到聖母 畫到藥室 畫到耶穌 其實我都是很 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每一次都覺得 是超乎我的技術 和我的能力 是可以給到的 那這個每一次都讓我很讚嘆 天主怎樣透過我的手 透過一個不懂畫畫的人的手 是呈現他自己出來的這樣 所以我自己也很享受整個寫性像畫的過程 我記得Sister Esther跟她學的時候 我記得很多時候Sister Esther都鼓勵我 就是說你給那些顏料去深淵 然後讓她自己呈現的樣子 我覺得一開始我聽不明白 因為很心急 畫完之後很想快點看到效果 那好像整個寫畫的過程 都教我們或者教我自己 就是等待天主自己的呈現 等待主的顯然 那這個是我整個寫性像畫的過程 那一直聽到大家說的 那本書很好 那我也很期待 那我今天出不了你 那拿不到我這兩本 那就是我很期待呢 我正式收到或者很期待可以再買一些書 那就是跟朋友分享 真的可以慢慢去透過每一位同學的性像畫 都成為我的靈修 那我想我分享了這麼多 那我把時間交回給蔡英 謝謝Sister 謝謝Sister 謝謝 電腦 我可以說了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電腦又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我又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謝謝 謝謝 我今次謝謝年青人很多次 發覺做越來越多謝年青人 好 在這裡在座 剛才我們上網看到Seri Law 另外一位作者 她有很特別的原因 就是不能夠出席的 大家如果在第一集 看到這幅 是唯一一幅聖像畫 是重複在我這本慶節裡面的 這個就是耶穌受洗的 我又要給這位作者 Barry Fong Barry是一個前期幫助我們很多手的 在聖像畫裡面 特別是祭坂那裡 而且我的感受就是 跟Barry之間 每次一叫她的時候 她是真的第一個答應的 在我籌組人畫畫的時候 其實Barry是第一個答應我畫畫的 但是在Barry這段時間 天主又有其他事情 纏繞著她 就是她的腳痛 她本來也很想來 但是也來不了 因為她的腳痛 現在你在家裡 Barry Barry 還沒有回應 剛才我看到你 Barry Mew了 Mew了 OK 給我一點聲音 Barry Barry 她要自己的Mew 才可以 Barry 你要Mew 是不是沒有Mew 就下一個了 我們現場也有人在等待著 這一位 在我認識當中 是最好的一位女士 她每一位都很謙虹 很謙卑 很多時候都是最合作的一位 也是我叫 敲宗穩華的時候 她也是第一個答應我們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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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聲沒有 還沒出聲不要緊 我們也是找回一個 最能夠將就我的人 就是Elizabeth Pank 就是永遠 我什麼時候叫她 她就出來 我什麼時候叫她回去 她就回去 Elizabeth 我真的很感謝她的合作 聽到嗎 不好意思 Barry 現在聽到嗎 Barry 現在聽到嗎 Barry 現在聽到嗎 現在聽到嗎 現在聽到我講話 聽到 好 給她 Elizabeth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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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證實 Elizabeth Pank 是可退可供的人 能一能伸的女士 好 現在難得Barry 我們先讓Barry 說 Barry 你開始說 Barry 你是不是在說 Barry 你是不是在說 你聽到我講話 是 現在 你說吧 開始說 因為我 線路又斷了 你的線路不太好 你說幾句吧 兩下上就可以了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 很感謝 Support Group 和各位戰友 無論第一本書 和第二本書的戰友 沒有你們 當然第一本和第二本都出不到 但有個情況 很感謝你們包容我 包含我 讓我在第一本書的 耶穌受洗都原來出現在第二本 在早期我都有參與 想著去畫那個聖母出生的 但是 因為基於剛才各位的同學的分享 都有些我的影子的 一直畫 覺得自己有時候 可能 真是 進入一種 就是 好像是Cupy的狀態 那 整天 那個心 就 很多纏繞 每次畫的時候 那個心得不到寧靜 那就 又加上 就是實體上 就是 開始那個腳 慢慢很痛 走不了路 尤其在這個疫情 雖然 我是教書工作 在家裡 Zoom 每次 我 很辛苦 要躺在這裏 原來是很辛苦的 我現在做了手術 膝頭哥 去了五個月 但是輪到座骨神經 和腰 現在 一直發展上來 很麻煩 躺在這裏 又辛苦 比較舒服的 已經是 那 好多謝大家 但是我重看這幅畫 都很吻合我的 仍然是那個斧頭 重點就是 很不配 原來 我真的 有很多都是 還要被 被自己 說天主 去獨磨一下 這樣很值得反省 在聖像話 影響我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其實 從2013年 開始 在靈火 去 聽 Sister 介紹 什麼叫 聖像話 開始計 到現在 這麽多年 我被 聖像話 就 就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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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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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畫了幾幅聖像話 就 那一刻 就 就 就是 透過這個 去 找聖經的資料 和 寫下自己的反省 或者感受 那我就是 逐點 逐點 來到今天 那我去年 在六月 那時候去探望 Sister Sister 都同樣繼續 鼓勵我去 雕刻 那我就在 九月 又去過 麥主歌耶 回到來之後 我打算繼續都會做 就是聖母 到 出新的幅畫 誰知道 但是 也都每個圖像 我都是 用回聖像話的經驗 去祈禱 去看聖經 去反省 然後 透過那個靜觀 看一下 這個圖像 究竟 是否 反省到我 反省到我 這個感受員的關係呢 於是 於是乎 聖母升天就停止 停止了 但是 我真的絕對想不到 各位同學 即是 support group的同學 或者是第二版書的同學 那麼支持我 給我這個 耶穌受洗 繼續在第二版書出現 可能這就是天主的意思 叫我繼續被剁磨 被磨煉 感謝主 讚你主 謝謝Barry 其實耶穌受洗 這張聖像畫 在第一冊的封面 亦都在現在第二冊的底面 亦都在裡面兩冊都有 所以其實證明 耶穌受洗為我們是很重要 這些一切是天主的安排 我沒有特別想到的 證明這一個 都是反省我們在受洗之後 我們的生活是怎樣 所以這個 耶穌受洗的重要 我覺得 為我們也很好反省 現在很好的反省 就是回到Elisabeth 因為這位 能一能生的女士 又要出來 我真的經常感激她 在我內心裡 時時都很感激 這位這麼謹慘的女士 我們歡迎 Elisabeth 好 大家好 我是Elisabeth 譚靜君 很興奮我今次可以參加 Sister Esther的第二本 性像畫書 慶節 我畫性像畫的經驗不太多 這幅是我第二幅畫的性像畫 第一幅就是幾年前 好像四年前 參加思維 這個避靜的課程 那 Sister Esther 教了我 姓Michael 總領天使的 性像畫 這張 就是 《聖母誕神》 第二張 那麼 很多 其實我雖然有畫畫的經驗 但是畫性像畫 是很不同的 好多謝小騰老師 和其他兄弟姐妹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向他們請教 和教導我 那我先說這張 聖像畫 這個是9月8日 聖母誕生的慶節 在天主眼中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 是不能代替的 是天主在永恆中 安排我們 那麼從這個層面來看 我們 人的出生 就不是我們自己的意志 也都不是 血肉的驅使 而是天主的安察 那麼 天主就好像一個 圖公 我們是泥土 我們是他的製成品 那麼 在聖像畫裡頭 出生這個禮儀 是非常之隆重的 好像揭示了天主的奧比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場景 就很莊嚴很神聖的 好像成座聖殿一樣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象徵著聖母馬利亞 是耶穌基督的居所 還有聖母本身就是一個聖殿 聖母的誕生也都很特殊的 因為聖安娜 她媽媽當時 我年紀是非常之老的 到了一個不可以生育的時期 但是聖母仍然可以生於世上 這是天主的安排 是為了實踐 耶穌基督 降生救世的一個預言的實踐 聖母誕神也都視為滿足的時候 這個意思是世界的生日 因為聖母將我們帶領到 走向耶穌基督的新生命 而聖母也都被視為是 雅國的梯子 因為聖母將迷失了的羊 帶領回去羊群那裏 令到這些人可以復活和重回天堂 新生兒的洗慾也是在聖像畫裡 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因為它代表了 人的出生是接受了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看到很多送禮物的聖安娜的親戚朋友 都來送送禮物 但是他們根據他們的傳統 他們不是送給初生嬰兒 而是送給媽媽 因為他們很開心 在這裡慶祝這件這麼大的盛事 他們的家族得以延續 以及他們對他們的未來 是充滿希望 聖安娜是 有些特殊的洞察力 他遠遠地躺在床上 看著初生的聖母瑪利亞 好像在陌視著 未來一些很偉大的事情 將會發生 我畫這張正像畫的時候 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樣 都是覺得很平靜很舒服的 特別是在COVID-19和社會運動的期間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靈修過程 可以平復我們的心情 和我們跟天主溝通 我一直在默想聖母的 是一個這麼應運的信徒 天主無論派什麼給他做 他都是默存心中答應去做 想想 其實我來到這個世上 天主是有什麼派給我做的呢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多謝大家 我們很感謝Elizabeth 大家留意到 待會我們有一對夫婦出來的 這對夫婦 雖然我安排在後面 但是他們是最重要的 為靈火天地 這對夫婦最有代表性的 我不介紹他們了 由他們自己出來自我介紹 Helen和Daniel 我們很幸運 我們倆都跟著我 一起跟著我 因為我學習的正像畫 這次他很好 我學得比較多些 但是他就像龜套賽跑一樣 他後來居上的 我不是說他是龜 但是他真的是後來居上 他今次畫的畫給我多 雖然不是比較 但他真的畫得比較好 我首先要讓他介紹 讓他先說他畫的 Helen 怎麼可以說畫得好呢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畫圣像畫 是一種福分 因為這個是天主賜給我 能夠在靈火天地那裡 學習聖像畫 在我的靈修的生活裡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點來的 就是一件事情來的 天主帶給我 在畫聖像畫的過程裡面 是很多喜樂和平安 然後 以至到我一開始學習 我就 我就愛上了畫圣像畫 因為我覺得 在整個畫圣像畫的過程裡面 是籠罩著很多的 祈禱的氛圍 帶給我很多平安和喜樂 那我想跟大家介紹 我這一幅正常畫 就是 憲聖母於主殿 這一幅正常畫對於我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我第一幅 在自己家裡畫的正常畫 以前我畫圣像畫 都是每一年 跟Sister Esther 在Brushup裡面學 有它的篤道 有什麼脫漏 我覺得它一定可以救 就是會幫我捕捉到 自己畫第一幅正常畫 其實是戰戰兢兢的 是覺得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我自己也沒有寫畫的經驗 藝術細胞也不是比人高 但是呢 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我畫的時候 其實我每一次開始 我都一定是先求聖神 帶領我去寫那幅正常畫 讓我有信心去開始去寫 但是呢 亦都知道自己很多時候 會可能有些東西錯漏了 都有能力可以去接受 好像人生之中都會有一些起跌 那我畫這幅正常畫公司 其實我一開始畫就停不下來了 一直做到我完成那一刻 我才覺得很喜樂 很開心 那我特別畫的時候 我記得 我很專注於聖母 聖母在這幅畫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少的 就是一個濟露女 在這幅畫裡面 其實它佔的空間不大 但是呢 我將我很多的時間 我會專注去 勒想聖母那件圖 和她的面容 綻放那份神光 她那份喜樂 那份神真 那份原理 還有呢 聖母雙親 將她自己最寶貴的女兒 因為聖母雙親 是 剛才Elizabeth說 是 她們年紀很大 她都沒有一個小孩子 小女 那她就求天主 賜給她 這個 當她有這個嬰兒的時候 她就會 將她奉獻給天主 所以這個聖母 憲聖母於主殿 就是一個這樣的 佔禮 是一個這樣的背景 那 也都代表著呢 聖母雙親 將她最重要 最寶貴 最深愛的女兒 是獻給天主 那其實呢 好像我們的生命呢 我們有什麼事情 我們是覺得最寶貴的 最重要的 我們有沒有去仿效 聖母雙親 這一份大方 這樣去 去獻給天主呢 那都是整個 或聖像畫裡面 我 給我自己的反省 和默觀 那 那 真是很開心 我完成的時候 我是充滿了喜樂 和平安的 都感謝天主 賜給我這一份福分 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夫婦兩個人 一起都喜愛去畫聖像話 都是一個恩賜來的 好了 那我的分口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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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2018年 在workshop裡面 完成的 寫的聖像話 那就是聖母仿親 那 那 大家畫同一幅畫 但是 如果留意 天使和聖母 其實都是 畫出來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 其實呢 我有時時 喜歡去到處看看我們的學員們 大家畫的聖像話 就算是畫天使 那樣 其實每一幅呢 完成的話呢 面容都有點不同 那其實呢 我自己呢 就 會默觀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就好像呢 天主做每一個人呢 其實呢 我們 每個人呢 都是 有天主的聖神 放在我們的心裡 但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樣子 都不同的 但是呢 都是同一個天主的 肆像 一樣 那其實我們都是 天主肆像的 一個化身來的 那這個其實呢 都是 給我呢 可以學習 多點去 去尊重其他的人 去看到 其他人身上 天絕的臨載 那我就交給 我 更好的另一半 去講他的感受了 好啊 先不知有沒有介紹自己 和隔壁呢 我是Daniel 隔壁是Helen 那這幅畫 就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畫 2018年的 就是 德王的修院 就是他們的 學校 那裡的社會室 花了幾天 四天 五天的時間 畫的 那 就是讓我 這幅畫 都是我自己覺得 比較上自己掌握多些 就是差不多九成 九成半左右 都是自己試一下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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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些陰影 那樣 那盡量都減少 Sister 或者其他人的幫忙 以前真的要很多人幫忙 那這幅是自己稍微有些信心 自己可以落筆畫的 那 就是都滿意 那 當然和這個畫的過程中 就是一種靈修 那 尤其是 就是有每天的祈禱 那 最難得就是 我覺得和Helen一起 大家一起共同的 就是共同的 興趣 共同一起去做一件事 就是這個 可以感受到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鼓舞 和很大的音點 所以這幅畫畫的時間 的感受就是這樣 好 那我又分享我另一幅畫 這幅是兩年前的聖母狂親 這幅畫是很好的 那時候這幅畫 就是 比較大膽一點 因為兩年前 我們已經有了展覽之後 就有了一個構思 就是希望可以 十月慶節 可以有辦法出版書 那 出版書的過程之中 就找些人要畫的 除了 除了 屏風 Sister提供的資料之外 所以就 選擇一下畫 那我就選擇了畫這張 那 其實我又是比較大膽一點的 其實不是自己選 而是其他人選了之後 因為這個人很多 選擇一下就好像沒有什麼人選擇 那我就向難度挑戰 那其實就真的很難的 真的很難的 所以其實我開始畫了之後 只要放下了幾個月 我都不敢再畫 一來沒什麼時間 二來都是一路畫的過程 就是那些人物很小 雖然間那些很小心 是比較上勾線的各方面 都盡量不要好像這麼嚴正到好 所以都盡量去小心做 所以都盡量去小心做 所以很多時間 整張畫可能用了七八十個小時 都未停 尤其是時間都很長 所以這裡的畫 我分享三點 三點比較特別 第一點就是 在畫的過程之中 特別留意 聖神五巡節降臨的時間 每個人的神情 特別感覺聖神的臨在 而且因為他畫 他對每個人物的研究都多了 每個人的面容 十二中途 尤其是中間的耶穌 這代表了軍王 這裏代表了十五個福音 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裡 是傳福音 這裏有一個這樣的訊息 如果我不會畫 或者再去深究這幅畫的時候 我未必可以深入了解更多 第二點我想分享 就是 第一留意到這個畫 就是聖神光 我其實特別想練好中文字 所以特別是看到中文字 不是拉丁字母 或者不是其他英文字母 都是想將中國書法的藝術 和聖像話結合在一起 所以現在都有一種動力 有動漢網 學好一些中國的書法 希望這幾個字就練了很久了 不過到寫下去的時候 都不是太滿意 希望慢慢再練習多些時間 希望將書法的藝術 和這個聖像話可以結合 第三點的觸法我分享 就是 因為我畫到後來的時候 實際上 那些書就出來了 因為蔡宴是總編輯 他就一直追著我們出畫 但是 我又要旅行 又要離開 你怎麼搞呢 都要盡量在那幾個星期之內 要畫好 但是都有困難 都是 我放在桌面上 本來我是自己想一手腳畫的 這個都是自己一份堅持 但是旁邊的人 看到我的進度也不太理想 看到我的樣子好像比較不清心 所以他就說 我幫你守 我開頭就拒絕 我想自己的聖像畫自己一手腳 不過後來我就覺得 其實我可不可以放開一點點 不要說這張畫是我的 所以這張畫 到了最後 我又放下了這個心結 我想你就可以畫 我沒有時間 或者你自己想幫我畫的 美化一些人物 或者整理一些線條 所以這張畫 到了美化後期的作品 也有Helen的負責 有她的付出 在這裏我就特別體會到 如果我當下那一刻 我不放心 不放手 那就不是這樣的 而且大家也沒有那麼磨剋 所以這裏也看到 一個很微妙的安排 我覺得本來聖像畫是一個人做的 但是這裏後來 兩個人一起合作的結晶 又是給了我一種很大的 反而這裏是給了我一種很大的 內在的一種感動 是我們兩個人一起 反而這個成果 那個共融又反映了一張畫 雖然這幅畫 不是完全百分之百 是我的出品 但是有了Helen一起 就好像兩個人結婚 都是同為一體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情深很容易 所以我在這裏 跟大家分享到這裏就知道 好 我把時間交給大家 我想趁著這個機會 也會介紹一下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 並不僅僅是關於十二幅畫 或者是十二個VC 因為十二個VC裡面 其實這本書是很好 每一個VC都會有一個很詳細的介紹 這個VC的來源 它的背景 以至到聖經裡面的引文 還有更加好的 就是平時我們寫正像畫 或者去看正像畫 去對著那幅畫 有時候我們不太明白 那幅畫裡面 不同的位置 或者不同的擺設 在這本書 我自己覺得它很豐富 它就將每一幅 聖像畫 十二個VC的故事 將它呈現 在文字裡 去解釋 如何去解讀 聖像畫裡面 不同的元素 另外還有我覺得更加寶貴的 就是它緝目了很多 關於VC的讚美詩 以及一些古舊教會 承傳下來的一些土文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蔡燕用了很多時間 把它譯成了中文 有中英對照 也是一個很寶貴 我覺得 我們 我很想向大家推薦這本書 因為它真的很豐富 不只是關於畫聖像畫 更加多是聖像畫背後的 那個祈禱和那個含意 也感謝蔡燕在這本第二本 聖像畫的書 作出很大 很多的貢獻和努力 感謝 是聖經禮儀和靈修的 共夜一路的一種作品 所以都很值得的 聖經禮儀和靈修 所以向大家強烈推介 好 以上的八位作者和設計牌板的 那位靈修 我們都分享了 我們通常說 the last and the least 我是最後一個出來 和大家分享的作者 我在書裡有四幅聖像畫 不是代表我畫得好 而是因為在我鼓勵別人寫的時候 不是人人都可以聽的 所以我維保了 怕有些不回應 遲了交 在我都能夠有足夠的畫 所以我就畫了四幅畫 在四幅畫中 最令我有感動的就是這一幅 這一幅就是聖母安眠 它是很能夠表達我的性格 因為我一直以來的工作 都是做一些行政的事宜的 經常都要幫老闆安排時間 幫同事安排時間 就很多時候都是催人的 那我就很慣性做一些催人的工作 想不到這種性格會帶動我 在我現在的日常生活 都很多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習慣地 都會做一些安排時間的人 但是很有趣 2019年 大家都知道 從7月開始 香港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件事 其實我是不以置評的 2019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在我心裡 就沒有什麼好安排 那我就也不想 去給任何口洩的說話 所以我就開始畫一幅 聖母安眠的畫 很可愛 在這個時候安排自己畫 聖母安眠的畫 而在畫的時候 就很可愛 我有一個訊息 聖母說 休息一下 那些事情太急了 其實他也是告訴我 我做人太急了 我可能 其實在我身邊的人 都很多時候說 你做事很急 可能這就是我的性格 在這幅畫 聖母也提醒 不要太急了 休息一下 那果然 2020年 這個信息 就帶來了全世界 全世界都要休息 其實原來我們檢討整個世界 都是太快 都是太急了 在這一年 我們都嘗試 要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要用網上 作為一個新書的發佈會 都是聖母給我們的訊息 我們要轉型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能再用以往的模式去實行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還有四十幾分鐘 我也想聽聽聽大家 與會者有沒有意見 給你們發言一下 好 開聲 謝謝 謝謝 我現在開了所有人的聲音 大家有沒有想補充 或者說一說 我們有時間不多 因為我也想做一個聖像畫的祈禱 我們以12月耶穌聖誕這個日子 的聖像畫 來做一個聖像畫祈禱 希望大家都保留時間 和我們一起去做這個祈禱 好嗎 好 大家有沒有說話想說 你們自己解釋自己的喵 好嗎 如果要問問題 就自己喵 有問題就自己喵 好嗎 解釋 好嗎 有沒有 我做人太快 所以我也是走一個圈 沒有人提出 我們就做祈禱了 好像有人有聲音 誰想說話 誰想說話 我是 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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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我想分享 好感動 天主原來給我們要有這麼多兄弟姐妹 就是我們會在大家的分享裡面 得著很多 和每個人的分享都很特別 和學到很多東西 很感謝天主給我們 好 多謝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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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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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大家的分享 我很想看一看 聖像畫 實體的聖像畫 再去感受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我希望我們跟我們合作 我們希望有一段時間 都要一段時間 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嗎 可以 好的 謝謝 我們再給一題 如果沒有我們就做祈禱了 不如我們開始我們的聖像畫靈修祈禱 請請 Daniel幫我們帶領祈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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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做一個 那本書也有介紹 有一個叫做Visil Divina 我們一方面來畫聖像畫 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欣賞聖像畫 或者密觀一種聖像畫 讓自己帶入一種祈禱的氛圍 所以今天 或者未必用到半個小時 那麼長時間 或者用大概二十分鐘 走得快一點 讓大家有一個品嘗 品嘗一下我們如何透過聖像畫 讓自己帶入一個祈禱的狀態 這個就很相似 大家是做過聖像仲讀的 聖像仲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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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像仲讀 我們打了一本聖經 某章節 我們就讀一次、兩次、三次 然後我們就是 讓自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哪個詞句或者詞語 吸引自己的時間 我們就停留在那裡 不斷重念那裡 重念那裡的詞語或者短句 從而我們慢慢進入其他昏迷 換了聖像畫 其實就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聖像畫本身的內容 其實就是聖經 所以如果一位朋友 對聖經不了解 或缺乏一種認識 他看聖像畫就變得比較上 比較平面一點 所以你越了解聖經 你就越能夠去欣賞聖像畫 裡面每一個情節 因為每一個聖像畫 每一個情節 其實都是反映聖經 聖言的一個內容 或者更加深度的內容 是透過一種 視像的形式去呈現出來 這是超過了一種空間 超過一種時間 所以正正是這樣 我們可以透過聖像畫 帶我們去跟耶穌祈禱 譬如我今天 作為一個示範 今天是金會月份 已經達到十月份 十月就是耶穌出生的月份 就是耶穌聖經 所以這就是耶穌誕生的聖像畫 大家看到這聖像畫 很特別 很豐富的內容 譬如我們看到中間 中間最吸引我們 就是這裡的浩江 就是天主的浩江 一直就射下來 中心就是耶穌 大家看到耶穌聖經 耶穌聖經 為何有一個洞黑色 這裡就表示山洞 祂出生的時間 其實是怎樣 祂沒有一個好的地方出生 祂在馬祖出生 而且為何是黑色 他提到這個世界之中 這個世界是黑暗的 還有就是這個世界 他不用多久就要逃爛 所以埃及 這代表是一種暴力的世界 所以這裡有一個黑色的背景 大家已經看到 有些盧、馬、朝拜 這也是以撒日先知書的一種語言 這裡有一個御將 就是墨西亞會誕生 牛和牢都會朝拜墨西亞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正宗 雖然聖經的禍主題是聖誕 不過正宗就是聖母 所以在東方禮 聖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雖然是天主之母 所以聖母是很多 你也知道墨存在心中 和耶穌慢慢培育他上來 這裡有很多 你也看到聖母 和耶穌的關係 他這個比重很大 除此之外 大家看到這個聖像畫 都有很多內容 這裡有一個山 這裡呈現出來 有三個言士來朝拜耶穌 三王來朝的故事 也看到在上方 就是天使讚頌 天使來歡呼 再看到這裡 這就是牧羊人 天使向牧羊人報起 告訴牧羊人 這個牧羊人去朝拜耶穌 在下面 這個角落頭 可以留意到 這個就是聖約室 你看到他的面容 也是仇苦 所以這裡的聖像畫 所呈現的 不是一刻的光景 是一個超越了空間 他聽到聖母 因為娶了馬利亞 他同精受孕 他那時候無法明白 所以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是挺苦惱的 看到他的樣子 是吧 他樣貌挺苦惱的 在旁邊看到一棵樹 反映到達美的家族 在葉室的樹苗 在樹根上出現了 麥西亞出現了耶穌 到最後 耶穌又再出現了 就是耶穌出生的時候 兩個婢女 照顧耶穌 人性的耶穌當出生的時候 是讓有婢女 侍奉他 所以看到整個聖像畫的內容 是很豐富的 如果我們要進入 一會兒 我們進入 麥想 麥觀 聖像馬的時間 對整個畫 大概有一個了解 每個人的了解 有深有淺 都不要緊 但因為這幅畫 耶穌在馬祖出生 每個人都對耶穌出生的背景 有些概念 對聖母領報有些概念 對新人蒙來朝 有些了解 亦都知道天使和牧羊人 都是向他顯現的 亦都知道耶穌要逃難 亦都知道藥室的故事 亦都知道聖藥室 開始有點疑惑 甚至想休退馬利亞 讓他不用那麼難受 所以這些 每個人對聖經的掌握 都有一些程度 不過深淺有些不同 不過這個不重要 待會我們慢慢進入 這個聖像畫的麥觀 的過程 我就放在牆旁邊 大家可以跟我們做這個 這個聖言物觀有些不同 大家可以閉上眼睛 讓自己靜默 不過在這裡 我們就 因為是一個Visil Divina 我們就 開始祈禱的時間 我們就讓自己的眼神 形視著這個聖像畫 你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可以靜視著這個聖像畫 欣賞一下這個聖像畫 或者看看哪個圖像 哪些顏色或人物是比較吸引你的 待會我會慢慢帶大家進入這個祈禱的狀態 好的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祈禱 大概我們用20分鐘好嗎? 大概20分鐘好嗎? 接下來的20分鐘 大家就讓自己比較安靜 如果你有比較不好受到騷擾 如果你有一個房間 或者有其他活動 你可以慢慢把它暫停 讓自己比較舒服 坐在那裡 現在用電腦或者手機 你看著 把自己的心情集中在這個聖像畫上 好的 首先邀請大家 當然你可以暫時休息一下眼睛 背上眼睛 或者你自己喜歡把眼睛放上 放上你自己的手機 或者電腦 或者某些地方 總之放輕自己 放鬆自己的眼神 讓自己的眼睛休息一會 還有嘗試一下 意識一下你自己坐的位置 即是調色一下 所謂我們有一個Mindfulness 即是我們留意一下自己 現在的狀態 就是在這裡 少許停一停 那一刻的寧靜 讓大家的心靈痛 讓大家放觸一下這刻的自己 慢慢從這份寧靜 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單單去留意自己的呼吸 在兩一呼一吸之中 我們意識一下現在我們就是 開始進入這個祈禱 也呼求聖神 在陪伴我們一起去慢慢領略 我們眼前這個聖像王 也都是祈求一份恩典 讓一間的祈禱 能夠有主的一份陪伴 好 現在我將在大家身上閉上眼 可以稍微將開自己的眼 把自己的注意力由自己的呼吸引起自己的视角度 慢慢睁眼的焦点放在在电脑融光幕上所呈现的一幅正像画 就是耶稣诞生的一幕 就让自己在这幅形势之中 在这幅画的形势之中看看有什么景象 可以特别吸引你的 特别对你有份邀请的 可以从画的中间开始 来自天主天上的号光 射向这个山洞刚刚出世的耶稣 圣母肩负起她培育圣经的责任 由这幅画的中间大家的目光可以慢慢移动到其他吸引你的地方 她可以是圣友室 可以是牧羊人 可以是牵士 可以是匹女 作为她在服侍着刚刚出世的英雅耶稣 也有特别留意到 來自東方那幾位年士 一千幾百里以外的中東地方 藉著猩猩的引導來到朝拜耶穌 好,就讓這個聖像畫裡面的內容在某個地方 特別吸引的地方,試一下平留 就讓你的視覺平留在那個部分 集中聚焦,這樣營業的部分 讓我們這份刑事維持一段時間 很愛,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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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闭上眼睛,觉得舒服一点的,你可以也闭上眼睛,让你形视的影像全头看你的眼眠之外。 但如果你喜欢并然是张开眼睛的,也可以把眼睛都是在胀胶在性像画的范围附近。 这个时候,性像画某一个部分的图像吸引到你,那里是什么呢? 这里又让你联想到有些什么的忽悦呢? 或者没有一些事件呢? 又或者让你想起某些人物? 或者又让你烦起你自己内心一些特别的思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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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有什么说话,想和他分享一下 大家互动一下 你有什么说话想和主谈谈 感谢观看 现在几分钟时间和主谈谈谈起互动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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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份互动之中 你留意到主的面容 或者他的反顺是怎样的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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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留意到主对你有些回应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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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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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